大家好,我邓慧文,阿輝,為你做會,心思有人知道 焦慮和困惑,今天我們邀請到從少女心的朵朵到大人學的彭樹君 來跟我們分享新作,哇,這個作品的名字 我覺得大家看到的話就會很有感覺 終於來到不必討人喜歡的時候 終於來到不必討人喜歡的時候 這是什麼樣美好的時候呢? 我們來歡迎作家彭樹君,樹君老師你好 邓醫師好,各位聽眾大家好 終於來到不必討人喜歡的時候 老師,你不是一開始就在這種時候 不是 不是,所以你跟我們一樣也是慢慢的希望自己可以來到這樣的時候 可是這是一個很棒的感覺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你這次的作品 為什麼會想要以這樣的主題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是想要分享一個獨生女子的中年心境 因為這是我的一個專欄 那但是後來我就發現說 這理念慢慢的好像可以找出一個主題就是自己 那然後在出這本書的時候呢 我們就分了四集 第一集是不必相守 第二集是不必擁有 第三集是不必將就 第四集是不必擔憂 那為什麼不必相守呢? 因為這裡面講的就是一些情感的關係 我找出了那一句最主要的這個 圈頭語是沒有誰是誰失落的碎片 也不會少了誰從此就不會得到幸福 因為最終我們還是要回到認識自己的這個過程 那第二集不必擁有 講的是一個斷捨離 這個空間有限 時間何嘗不適 物質需要斷捨離 人際關係何嘗不是 其實如果是我們可以從人際關係當中去 去進行一些不必要的社交 你的生活會越來越清爽 那其實這也是一個 不再去討好別人的一個過程 那第三集不必將就 做任何決定的時候都應該任性一點 對自己好一點 讓自己更快樂一點 我想這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做的事 就是我們其實不需要去 那麼樣的去顧慮外界的眼光 因為最終我們要回頭來跟自己相處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當你把舒不舒服放在首位的時候 你在去除一些不必要的物質的時候 其實也就去除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關係 那第四集是不必擔憂 當一個人不再追求完美 生命才會真正的美了起來 我覺得許多時候 我們的痛苦其實都來自於 我們在追求一個虛幻的完美 那所以終於來到不必討人喜歡的時候 是從這四個面向出發 但最終它會歸結到同一個面向 就是你要放下別人 然後要放過自己 那這樣的一個省思其實是對我來說是一個見惡的過程 因為我也曾經是一個年輕女孩 我覺得年輕女孩基本上都是沒自信的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在面對人生的許多處境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或許常常得到一些讚美 可是這個讚美它是來自於外在 就是別人給你的其實都是對你的肯定 但是這個光源是來自於外在 就是別人對你的這些讚美啊 這些肯定 你總是在吸收這些的時候 你也相信說 哦我就是這麼 我就是這樣 可是當這個這盞光源被拿掉的時候 那你真正的自信在哪裡 那我覺得反而是到了一定的年紀之後 當不再青春不再冒美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真正的自信才會起來 可是這時候真正的自信是因為 你的生命經驗 你的你的歷練 然後你走過人生當中的許多的風浪挫折 反而是因為這樣的風浪挫折 我覺得才會讓人產生真正的自信 而這個是沒有辦法在年輕的時候就達到的 所以一般來講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從 你去渴望別人 別人稱讚你 然後你去 你去想像一個虛幻的完美的自己 而終於來到不必討人喜歡的時候 我是這樣的歷程 非常的有感 非常的同意 老師你剛剛講到那個 其實年輕的時候 我最近也常常在想 其實我們現在的狀態 當然會比年輕的時候多了一點自信 可是從外面得到的肯定未必增加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但是作為一個女性 我一直最近在思考 這是女性非常特別的狀況 以我們的社會狀態來講 如果我們是男性 我們慢慢的累積歷練 累積智慧 累積能力 累積成就地位 應該就是得到的肯定會越來越多 但是女性有另外一個部分 就像你剛剛講的 我們年輕的時候有時候得到一些 從外面打過來的光 甚至是讚美你的天真無邪 讚美你的傻跟可愛 可是這個東西 在我們很努力的經歷 甚至跌跌撞撞的成長 我們長出能力之後 那些因為你無知可愛 而打過來的光跟呵護 其實是沒有了 我不知道你對於這個有沒有什麼感觸 我有時候覺得作為一個女性 她的成長 好像我們的成長 沒有那麼容易 常常會在這個地方 我們需要學會說 OK 我得到了一些更重要的東西 可是有一些社會上 給予女性的那種 就是期待你能夠順從 沒有想法 然後有點是帶給別人 滿足跟愉悅就好的 那個東西 當我們成長 我們不再服務那樣子的形象的時候 那一些好處也被回收掉了 所以對我們而言 總是覺得要取捨 要選擇 那像對我自己而言 我就覺得說 我必須能夠安於 我現在得到的 握在我手上的 不討人喜歡的時候 我自己的力量跟自己的安定 可是中間還是會有一些 你看到一些很殘酷的東西 你不服從別人的時候被回收 我不知道素君老師 可不可以跟他多說一些這些部分 因為在你的四集當中 其實有一些小的篇章 我看到裡面 你都很溫柔的敘述了 這樣子的成長過程 就是你要能夠 喜悅或者安定說 其實現在我擁有了我自己 但是你也看到了有一些 外界的現實 或我們不符合外界的現實的時候 我們自己必須要能放下的 嗯 嗯 嗯 剛剛鄧醫師講到的那個就是 年輕女孩子要符合外界的形象 其實我們的社會眼光對於年輕女性 常常那個最好的形容詞就是甜美 然後我們就要去符合那個甜美的形象 那如果是從另外一個形容來講 就是傻白甜 就是你要成為一個比較沒有思考能力的 然後是讓別人很愉悅的 可是問題是這樣的你自己愉悅嗎 因為這個能量其實並不是發自內心的 那我覺得我自己在這樣的一個成長過程裡面 我也經歷過這樣的一個年代 然後我也曾經想要去符合別人心目當中的那個形象 可是我發現太困難了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有思考能力的人的話 嗯 然後你願意誠實的自我面對的話 你就會覺得嗯 這是這是好的嗎 然後我是真的快樂嗎 所以如果是如果是把快樂讓自己快樂這個前提 讓自己舒服這個前提放在最前面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應該都可以更任性一點 然後我覺得這個任性對我來說是 呃 就是我我當我發現我有這個任性的能力的時候 是因為我已經來到了一定的年紀 也就是我前面已經累積了一定的資歷能量 然後我自己所建構出來的那些東西 其實都不是別人給我的 而是我自己給我自己的 所以我會我會說這是一個歲月累積而來的叛逆 嗯 這樣的叛逆在我 在我少年的時候反而沒有發生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是要去符合 別人心目當中的那個甜美的女孩 而到了現在這個年紀 到了這個流逝的光陰把我帶到這裡的時候 我覺得我反而 我反而心裡有一種叛逆 你覺得我為什麼不能任性一點 我就做我自己 我就誠實的面對我自己 然後我不喜歡我就說不喜歡 然後我我喜歡我就說喜歡 我不需要去符合任何人 那我覺得這才是一個真正的自信的開始 可是這個自信的前提是 你沒有傷害任何人 這必須還是要說的 就是我們的任性其實是 其實是我們讓我們自己舒服 但是我們不會去 我們不會去傷害任何人 然後我覺得 我常常覺得 許多時候我們都會感覺到 哎我們的天空當中好像 飄著什麼烏雲 但事實上那些也都是虛幻的 就是其實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擋你 回到你自己的雲淡風清 這一切都是在我們自己的心裡 所以我覺得一個認識自己的過程 它其實是比遇到別人更重要的 就在我們的整個 我認為人生是不斷的往前成長的 尤其是一個女性 我覺得對於心靈成長的這個部分 是特別的在意跟講究的 那我自己在這樣一個過程裡面 我認為這樣的一個成長 它其實是隨著年紀而越來越認識自我 那當你真正認識自我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會那麼的 你就知道說 你要喜歡現在的這個自己 其實遠比 有沒有得到別人的愛慕更重要 這句話可以為我們再說一次嗎 本日金句就是 自己有沒有喜歡的 自己有沒有喜歡現在的自己 遠比別人有沒有愛慕我們更重要 對就是你 你喜歡現在的自己 遠比 是不是得到別人的愛慕更重要 因為 我們可以 你可以永久的和自己在一起的 那個人就是自己啊 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那 所有的感情 就是所有跟別人的感情 我常說 在愛的人也是別人呢 就不管那個人是誰 不管那個人是你的伴侶 甚至是 你最好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甚至是你的孩子 我覺得那些 到頭來 你會發現 你會當 你會發現說 我們第一個要去照顧的那個人 其實是自己 如果你沒有好好的照顧自己的情緒 沒有好好的讓自己身心安頓的話 其實你的世界 你的世界是一個混亂的世界 所以我會覺得 我們說利益眾生這件事情 那你要把自己當成第一個眾生去照顧啊 你要把自己當成那個第一個要去照顧的對象 當你自己的世界的核心是安定的時候 那外面的運轉也會跟著和諧 是 這個是 對 這個是我一貫的認知跟看法 那但是這樣的認知跟看法 它是不是一開始就如此呢 其實也不是 而是 就是在我的整個女性自覺 或說女性成長的這個過程裡面 漸漸形成的一個了解 一個對自己的了解 那我覺得 其實人最重要的那件事情就是 其實就是自知之明 就是你必須認識自己 所以不管你遇到誰 你最重要的那一個對象 那個會永遠跟你在一起的 那個人就是自己 所以我想說 終於來到不必討人喜歡的時候的 這樣的一句話 它其實是 嗯 其實是我的一個很深的感慨吧 因為在我們的 呃 女性的共同的成長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我們都 太去 希望別人喜歡自己了 可是 這個希望別人喜歡自己的 這個心態背後 有些時候是帶著委屈的 那也因為我們想要委屈求全 所以呢 我們就表現得非常的溫良公儉讓 可是我們的善良不是為了要去容忍別人的不善良吧 所以也就是在這樣的 就是我們的 我或者是說我看我身旁的其他的女性朋友的 來到一個比較舒服的一個年紀 都是我們真正去經歷了人生當中的許多經驗 然後從中間得到的那個真實的那個認知 那個真正的自我 那個最後的自信 我覺得這個真正的自信 它已經不是別人的讚美 或者是肯定打在你身上的那個spotlight 而是你從自己內心所產生的一個光源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光源 在我年輕的時候是 我非常渴求的 我那時候或許也知道一個這樣的道理 可是我做不到 我知道但我做不到 我必須經過一個人生的經驗跟歷練 最後到達這裡的時候 我覺得我才真正的能從內在產生這樣的一個光 但這樣的一個光 它是不是需要被別人看見 或者是說別人是不是要了解 我覺得其實不需要 因為這個跟別人其實無關 就像說 終於來到不必討人喜歡的時候 這個書名一樣 我們其實不需要這麼去在乎別人 或者是意識別人對我們的看法 因為這個是我們自己 在我們自己這樣的狀態 得到了一個安頓 其實老師講到這個 我也想到前幾天 我有看到一句話 他說 其實每個人 如果是自己 在自己的光 自己的發光狀態的話 也許 比方說太陽 太陽就物質在那裡發光 但是 他不用管 他不用想要去影響別人 有的人看到太陽發光 就覺得好溫暖 就看靠過來 有的人覺得 討厭 那麼亮幹什麼 他未光就走開 但是太陽只是在那裡發光 今天我們的來賓是作家彭樹君 終於來到不必討人喜歡的時候 非常美好的一本著作 我們繼續來跟樹君老師聊聊 剛才提到的漸漸的能夠自己喜歡自己 然後自己可以不用勉強自己去要求 或者追求別人的目光 別人的喜愛 我想再問得更深一點 我知道很多的朋友 特別是女性朋友 當然男性朋友也一樣 就是會想像說 對了我現在要照顧自己 特別是我們到中年 但是我常覺得很好奇 我的工作會看到 有機會看到很多人 怎麼去安頓自己 我們可以粗略的看到 有些人就會走向 像樹君老師 揭示給我們看的這個方向 就是開始把自己照顧好 可是這個照顧自己是獨立的 但是有一些人其實到了中年 越來越意識到我不要委屈 我不要勉強要照顧自己的時候 他跟別人的糾結跟糾紛 是越發複雜的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有一個很根本 就是您剛剛提到的差異是 我要任性 但是我不剥削別人 我不是傷害別人 那我想您在書中寫到的 怎麼樣讓自己自在 那是一個自我照顧 不是去扯著別人說 你現在要照我的意思 我覺得這個核心觀念不同 就會發展出 中年想要自我照顧 兩個完全天跟地 天堂跟地獄不同的方向 那書裡面也有一些 很多的體悟嘛 老師也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應該也看過很多人 我想你的讀者 有很多會問這樣的問題 說對對對 我正想照顧自己 可是我先生怎麼樣 可是我的伴侶怎麼樣 可是我周圍的人怎麼樣 你怎麼看待這些部分 我想去回應剛剛就是 我們在講太陽的這一段 那個其實剛剛鄧醫師 所講的那一段 就讓我想到榮格的一段話 那我也把這段話 放在我的書裡面 他說你連想改變別人的念頭 都不要有 要學習像太陽一樣 只是發出光和熱 每個人接收陽光的反應 有所不同 有人覺得刺眼 有人覺得溫暖 有人甚至躲開陽光 種子破土發芽前 沒有任何的跡象 是因為沒有到那個時間點 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拯救者 我覺得這個重點在最後一句話 就是我們再回到現在這個話題 為什麼我覺得有些人 他到了越來就他的 他越來越不是越來越自在 而是跟別人之間越來越糾纏 那是因為他一直想要去改變別人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無法改變任何人 我們唯一可以去改變那個人 只有自己 那還有就是你真的要改變自己嗎 我其實會覺得我們要去接 我們不是要去改變自己 而是我們要去接受當下的每一個自己 那你知道說你自己的 你要喜歡這個現在的自己 不管他是好的壞的 或者是說他是 他一定是不完美的 可是你就是要接受這個真實的自己 那在你接受這個真實的自己的時候 你其實也不需要去改變任何別人 你就是接受那個真實的對方 所以一切都是從自己出發的 我覺得對自己的愛是一切的出發 那同樣的也是一樣 就是你在面對別人的時候 你是用對待自己的方式去對待別人 那其實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所以我覺得許多人他常常是 試圖去改變別人 而發現無果 而產生了憤怒 然後那個憤怒是覺得 我對你這麼好 我這麼愛你 可是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都不聽我的話 你為什麼都不改變 但是誰能改變誰呢 其實每個人都只是 我覺得最終都是要從自己內在發生 那個力量 然後他才能夠去改變他的人生 或者他不改變也無所謂 我覺得就是接受這個當下真實的自己就是了 所以一切其實都不需要去強求 還有我覺得要喜歡自己 然後要讓自己就是跟別人放下那個糾纏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不要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就在自己的故事當中 也許你曾經被背叛 或者是說曾經有人對不起你 然後如果你一直覺得非常的委屈 然後你就會處在一個 你就會處在一個有怨的一個狀態 可是我覺得一個快樂的人生或者是說一個可以隨時去放下 過去的一個這樣一個自我 是因為他無怨 無怨是一種對自己的溫柔也是對別人的溫柔 所以我想就是 其實不需要去試圖改變別人 也不需要去 也不需要去 一直去 就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害者吧 因為我們都經歷過一些風浪 或者是說我們都經歷過一些故事 然後我們都曾經有過一些傷痛 但知道那就是一個經驗 這樣就好了 我來讀一下書裡面有幾句話 就是剛才你講的這些東西 當不再等待別人 也不再期待永遠 才會有千金難買的自在 而一個人海闊天空的自由 就是從這樣的不再開始的 我想用這個來進入書裡面 一些讓我覺得非常眷勇的一些思考跟書寫 首先有一篇我覺得聽眾朋友應該會很有感 這篇寫的是 是在集一就是不必相守之下的一篇 就是如果你的伴侶說 他想要一個人生活 書寫老師在故事裡面 在書裡面寫到的是說 不止一次在朋友群中聽說 結婚多年之後 一方突然要求離去 另一方正經不易 那所以這邊就您寫到 怎麼樣去面對這樣子的狀況 那我非常喜歡這一篇 老師的那個引言 就是引言是說 每個人的內心深處 總有一個角落是別人無法進入的 那個部分除了獨自去面對 別無他法 我想這個對我們或對那個 也許是突然想要離開我們的伴侶都一樣 即使你的伴侶沒有口說 他真的要形式上的離開 有哪兩個人生活在一起 各自心裡沒有獨自不能進入的部分 就是我想這是我很深的一個發現跟體會 所以可以請書君跟大家談談 這個對於彼此 不管在一起或形式上要分開 這種很震驚的覺得說 我以為我跟你緊密相依 可是你竟然心裡面有一塊 那這樣子的狀態很震驚嗎 在你聽到這些故事裡面 或你跟大家分享的 這可以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成長跟思考呢 對呀 我覺得我這幾年來 就是不斷地聽到這樣的故事 都是結婚很多年的伴侶 然後突然有一方要求離去 可是跟以前的故事不一樣的是 都沒有外遇 都不是因為有了外力入侵 而是他就是想要一個人生活 那我覺得一開始聽到這樣的例子的時候 我心裡的感覺就是 其實我可以理解 因為我想說人生到了某個階段的時候 你會重新安排內在的秩序 那過去也許你會把感情放在一個非常前面的位置 可是來到人生的秋天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時間越來越少 這個時候你可能會 當你重新安排內在的秩序的時候 可能你會想要把自己放在那個首位 那這並不表示說你不再愛對方了 你只是想要回到自己一個人的狀態 那過去你可能是把親密關係放在一個前面的位置 可是現在你渴望的是回到一個單獨的自己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人他誠實面對自己的一個結果 因為我們都需要愛的關係 可是我們也都需要安靜的和自己在一起 那因此呢 所以我就引了剛剛 鄧醫師唸的那句話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內心深處是有一個角落是別人無法進入的 不管你跟這個人在一起生活了多久都一樣 不管你愛不愛對方 你有多麼深愛對方都一樣 因為那個部分就是 就是你自己 那除了獨自去面對是沒有其他的方法的 所以當我聽到這樣的故事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跟對方說 你應該去 不能講你應該 其實你應該這句話是我認為不該說的 老師沒關係我們已經到了不需要人家在每句話都滿意的時候 大家可以自由取用 我們有講的不好的地方 也有講的好的地方 你自己取用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你應該這句話其實有一種強迫別人要建議自己的建議 那我覺得我應該是說我會認為啊 就是當你如果是願意試著去理解對方他想要自由的這種心態 然後同時當你允許對方自由的時候 其實你也給予了自己自由 所以我在書中所舉的一個例子 是我自己的一個朋友 他不得不接受了這件事情 然後他也試著調整了自我 然後他就發現說他越來越喜歡他自己一個人的生活 因為他發現他過去一些他一直沒有時間去做的事情 他現在有時間去做了 他有時間去學怎麼做精油啊怎麼做押花呀 他也知道怎麼樣去在咖啡裡去做那個拉花呀 他還會給自己染布做衣服啊 他甚至去登了幾座百月 可是這個是過去他在一個有婚姻的狀態之下 他沒有辦法做到的 因為那個時候不管做任何事情 其實他都必須去意識到他的伴侶 然後他必須把他們的共同生活放在他自己之前 可是當他當因為他的伴侶求去 而他也試著開始過自己個人的生活之後 他就在這種新學習跟新事物當中發現了一個新的自己 那這樣一個新的自己讓他看見了自己的那個可能跟能量 所以他愛上這樣的自己 然後其實這個故事的結果我書裡沒有說 但是最後其實兩個人就是各自生活了 因為他們各自找到自己安頓自我的一個方式 而這種一個方式其實我覺得是一個誠實面對自己的結果 因為你願意接受伴侶獨處的自由 你同時就得到了重新做自己的自由 我覺得這是一個happy ending 因為當兩個人分開的時候 他不是因為說感情上面的毀壞 不是因為傷害 而是因為我們都重新在認識一個新的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結果是美好的 而到最終我們也會發現說 獨生其實是人的基本 基本的一個人生的基本形態吧 對 對就像說我的母親 他跟我的父親在一起共同生活了50年 可是當我的父親往生的時候 我母親還是要重新去面對 他自己一個人的狀態 對 就不管怎麼樣 就人最終他必須回到自己一個人的狀態 所以其實在這本終於來到 不必討人喜歡的時候 因為我一開始的那個設定是想要去寫一個獨生 女性在各方面的獨立 包括說生活的獨立 感情的獨立 思想的獨立跟經濟的獨立 是因為我自己在這裡有很多的就看到我自己的心 還有我朋友的故事以及我的母親 其實也給我許多的省思 因為不管如何最終我們都是要回到自己 所以一樁婚姻我覺得不管他的時間經濟的再久 但最後我們終將發現我們要面對的那個人最後還是自己 就算你跟他感情再好都一樣 那而感情再好 其實每個人都還是單獨的個體啊 我覺得這個單獨的個體的這個事實 他並不會因為婚姻而消滅 相反的或許在婚姻的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更清楚的去意識到你多麼需要這個獨處的時間 隨著我們的時間越來越少 就是我們可能在我們的青春少年的時候 或者是在養育孩子的這段期間 我們需要對方的參與 可是當這一切都都過去了 或者是說都已經不在那麼的 不在那麼的需要對方參與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你想要回 你渴望回到一個單獨的自己 我覺得這是很人性的 那我也真的是看到身旁的許多朋友 他們在面對這樣的 就他伴侶求去的不同的狀態 而產生不同的結果 譬如說我一個朋友他就非常的憤怒 他一直處在這個憤怒的狀態 他覺得我跟你在一起辛辛苦苦了這麼久 然後現在我好不容易我們兩個人可以一起過著 就是我們可以開始過著我們兩個的生活的時候 你卻要放下我一個人 所以他把它定義為有一種被放下的感覺的時候就負面了 他覺得被背叛 被背叛 被拋棄或被放下 被拋棄 對 他有一個受害者的心態 他覺得這個是 嗯 他是一個受害者 他是這樁婚姻的受害者 那我覺得 這就跟我剛剛的另外一個朋友的例子就完全不同 對 因為這個受害 就是這個受害的心態 他覺得被拋棄 被背叛的這個解釋也是他給自己的 是因為他給了自己這樣的一個解釋 所以他就陷入在這樣的一個陷阱裡頭 而他沒有辦法從那個當中掙脫出來 我希望他已經掙脫出來了 因為我上次跟他談的時候 我覺得他一直處在一個非常 非常傷害的一個很受傷的狀態裡面 但也許經過了這樣的一段時間之後 他會有別的省思吧 我期待如此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其實都會 到最終其實都會 都應該要從內在產生一個自我復原的力量 而且這個自我復原力量 剛剛我聽你在說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其實對女性而言 我們從以前這樣被灌輸很多觀念到現在 常常會把如果人家要從關係裡面解開 我們就會第一個警鈴大想說 我是沒有價值嗎 我是沒有被尊重嗎 為什麼你要拋下我 但是這個意識一啟動的時候 我覺得他配套的整套 就是會阻止我們的獨立意識去運作跟發展 就是剛剛樹君講的那個自我的那個 力量跟肯定是沒有辦法出來 我等一下回來的時候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讓我想到很久很久以前 我在一個團體裡面聽到的故事 剛才說的那個 我想起來 我應該是寫在我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本書裡面 這個故事 就是我們有一個團體 然後大家在談在愛情中的獨立跟成長 很像 某君在集一裡面寫到的一些部分 那那時候就很多的團團體裡面的成員 就在分享說自己愛上了一個不是很重視自己的人 她很自我忠心 然後她很自我照顧 可是沒有照顧我的需求 我一直都在配合 然後有一位女性從頭到尾都這樣子 就是很狐疑的看著大家 她很認真聽大家發言 可是她一直很狐疑 所以作為那個心理團體的帶領者 我後來就邀請她 我就說 我發現你都還沒有說話 那每個人在說的時候 我發現你有很多很主動的表情 跟傾聽 願不願意跟大家說一下你的看法 那她就說 不好意思 我今天真的覺得一直都很驚訝 就說 她說 我不懂你們為什麼會在 覺得自己不被關心的愛情裡面 然後是整個團體突然沉默 我記得那位女性說這個話說 我想她大概是三十多歲 大概是三十多歲 年紀並不大 並不像我們現在講的說 經歷了多少歲 然後我的年紀比她大 所以我就問她說 那所以你覺得 人為什麼會在不受重視或不快樂的愛情裡面 這是一個對你來講很新鮮的事情 她說 對她說 因為我從來不會喜歡 對我不好的人 她說 我從來不會在對我不好的人身上 感受到我對她有任何欲望 然後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你們在講的是什麼 然後我那時候非常震撼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想像 我是帶領這個東西的心理治療師 我的年紀還比她長蠻多 我想我那時候應該已經三十八九歲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比我年輕快要一輪的女孩 然後她想來參加課程 因為她想要覺得說多成長 或多知道自己的內在 可是她描述了這樣一個狀態 然後所以我就在圖裡面 做了很多的反思 就想說這是什麼樣的狀態 這是什麼樣的心理 那你剛剛講的故事讓我想到 還有包括我要在引你書裡面的這個 沒有誰能折磨你除了你自己 這一篇我也非常的喜歡 這篇你講到說 你身旁的朋友們來到人生中斷以後 對於愛情的態度 不再像以前一樣的飛蛾扑火 過去那種一遇到愛情就神魂顛倒 不顧一切的姿態 已經被冷靜與理智所取代的 所以我也從你這裡學到 剛剛那句話 沒有誰能折磨一個人 除了他自己是亞里斯多德說的 那人過中年以後 你說會懂得這句話用在情感上 很適合是不是 年輕的時候那種看到愛情就奮不顧身 然後雲霄飛車 可是現在收到神秘花束 你說不會想這是某人送的心頭小路亂撞 第一個想說這什麼詐騙 這樣子 到底這樣的心境也真的很好 對啊 其實真的就是 我剛剛聽你講 聽飛車講那個女孩 那個三十多歲的女孩 我覺得她真的是很成熟 因為她在很年輕的時候 她就了解了 她要把自己放在那個最前面 這個位置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 過去的很多情感經驗 我常常都覺得我像是一個幸存者 Survivor Survivor 幸存者 真的是 真的是幸存者 然後可是因此 我是經歷了許多的 這種雲霄飛車 然後撞車經驗之後 得到的人生的醒悟 我就說 為什麼我們都知道 應該和我們笑的人在一起 可是我們卻總是愛上 讓我們哭的人 對 或者是說一開始讓我們笑的人 為什麼後來卻總是讓我們哭 那我們 可是我想 可是我雖然覺得我是一個幸存者 我也覺得說 嗯 這切經驗也其實沒什麼不好 因為 我最終得到了一個領悟吧 就是說這個應該 我們先愛的那個人 永遠是自己 你不要把任何人放在自己之前 對自己的愛 就是生命當中的陽光空氣水 別人不過都是雲煙 嗯 嗯 因為真的沒有別人可以折磨你 只有你自己 是你 讓自己 繼續在一樁 不快樂的感情裡面 繼續下去 可是我們到頭來 我們會發現說 我們其實不可能透過別人 來創造內在的完整 與其期待別人寧願先把自己的日子過好 做一個內心強大的人 嗯嗯 所以在做一個內心 當你做一個內心強大的人 然後當你真正的找到自己 而不是遇到別人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會了解說 我們其實是透過了這一些 感情的沉住壞空 然後認識自己的存在 而這樣的一個過程 其實它也並沒有被浪費 因為最終我們認識了自己 那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在過去的 許多時候 我們好像 也是處在一個 嗯 怎麼說 一個期待的一個狀態裡面 有些時候甚至是 要勉強自己去 相信某一些東西 譬如說 老實說 我從來就不喜歡 整著別人的手臂睡覺 我覺得那個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 可是過去在很濃情密意的時候 就覺得 那是表示我們是 我們兩情相悅才會這樣 但是 後來我就發現 一個人睡太舒服了 就是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擁有整張 舒服的床 然後你可以去擁有 你可以把自己 你可以把自己 安頓成你最想要的那個樣子 與其去期待一個 把你的脖子卡成 落枕的那個手臂 其實不如是 給自己一個柔軟的抱枕更好吧 你講這個我真是太有感 我們連枕頭都那麼挑剔 就是我都還要那個功能枕 然後還要就測量我的脊椎 然後適當的高度 它的這個彈性 一個人的一隻手 怎麼可能像專業的枕頭來支撐我 而且沒有關係 如果我們的心智沒有辦法成熟 我們的頸椎會成熟 你到了一定的年紀之後 像我們做這個文字工作的 你就會知道你的頸椎 多多少少有一點點狀況 你需要非常的照顧它 你死也不願意隨便睡在 不專業的手枕上的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 一種開始把自己放到一個位置上 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 最後其實我想要問一問題 大家都會有一個 我常常在講 聊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會接到一些讀者 或是聽眾朋友的問題 他說 是不是選擇這種自在 就一定在很多關係上要放下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雖然有一些是愛情婚姻 或者親密關係裡面的例子 對我而言是適用於所有的人際關係 所以就像你在書裡面寫的 後面的很多的人際關係 其實對家人 對朋友也是一樣 我們到了一定的階段 就會有一種 一種要輕鬆的狀態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些東西 你不值得去交換 或不值得去執著 那我說的這個 大家之中會問的問題就是說 所以你們這些講 要找到自我心靈力量的人 是不是都要很獨來獨往 就是你就是 都要對關係要很放下 這個對你而言是 什麼樣的一個境界 我覺得與其說放下 不如說取捨 就是你去 這個是一個取捨 而不是一個全然的放下 因為我們其實會越來越知道 不能讓別人越界 不管那個人是誰 因為如果你要維持你的 你的舒適的狀態的話 同時也不去阻礙別人 那自然的 我覺得許多 你會開始去進行一些取捨 我覺得這是一個斷捨離的過程 因為斷捨離的他的本意 是以現在為 以現在為時間軸 以自己為主體 就只留下 讓自己感到舒服的物品 那我 你如果把這個物品 去帶換成人際關係的話 一樣也是的 是 所以最終會留下來的 都是對自己 有支持有力量的朋友 或者是 我覺得家人比較難選擇 那但是 但是心態還是 心態還是可以設定在這裡 對不對 可以的 而且其實就是近而遠之旅 好 舒君 我知道這裡面還有很多很多 可是我們就請讀者去看 因為我們的時間 它是有一定的限制 我覺得這就是 我們到了這個年紀 要為自己活 因為我們的時間是有限的 我們的節目就是要在一定的時候 它就是要結束 那 大家意猶未盡 一定跟我一樣 感覺 更多的內容 我真的非常推薦這本書 終於來到不必討人喜歡的時候 我已經看了不止一次 非常感謝舒君 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那也祝福大家 終於來到不必討人喜歡的時候 拜拜 謝謝大家